大家好 今天要來做一個有關於 波音777的自動降落教學 現在這個是 FSX剛載入 PNDG777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先把 機外的識別燈光都打開 降落燈也都打開 那我們今天來做個本場飛行 利用本場飛行來做教學 看到FFC這裡 本場飛行呢 油料改成 它就夠了 然後 看到FMC 起飛機場 RCTP 進入 航路頁面 RCTP 起飛機場 然後可以再電一下分子 貼到 目的地機場 然後今天使用 05L 起飛 然後呢 選擇 RCTP的進程方式 ILS05L 然後 選擇March 這樣就可以了 Departure的部分 Departure的部分 DWL 然後 回到ROOT 按下 Activate Execute 這樣 航路就打好了 然後呢 進到新的頁面 零油重 按兩下 設於油量部分 隨便打 然後 巡航高度 設定3000 成本指數 隨便打 因為今天飛機很輕 所以用TO2 起飛 然後 爬升動力也是第二個 然後進到 起飛頁面 Flaps用5度 CG點兩下就可以 然後 V速度 就可以得到 把V2 打在MCP 15 Vice Director 打開 兩邊都要開 然後這裡呢 Heading轉到桃園機場 跑到航向 A53 Altitude 轉到3000 好 這樣子大致OK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使用 就是 等一下使用這個 保持航向的模式 然後還有 穩定爬升的模式 對 對了 油料改成5% 所以 中間的油箱是空的 燃油幫浦 要關掉 然後呢 我們把它放到5度 然後 Trim的部分 6.75 所以我們看到 這邊 我們按 這個 Flight Control 這個螢幕就會變成 Flight Control 然後 這邊 推上去 等到這裡變6.75 就完成了 然後 自動煞車 轉車 RTO Reject Take-Off 計好 V1 139 VR 144 然後 這裡的部分 按一下 飛的這一方 開天氣雷達 副駕駛這一邊 開地形雷達 開地形雷達 好 準備就緒 等一下 這個跑掉了 轉到V2E 好 準備就緒 等一下 這個跑掉了 轉到V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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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畫面 轉到V2E 轉到V2E 開地形雷達 開一下燈 好像有點暗 這個畫面可以開起來 準備走了 油門推到N1 40到50之間 確定轉速穩定之後,按下托卡鍵 轉速穩定 V-1 RT-2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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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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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按下這個 速度高過5了 所以我們可以等一下等一下 速度高過5 收到1 可以準備轉向 我們可以按一下setter 讓它變成圓形的確定 是不是有垂直 跟你現在的航向是會有垂直 然後 想要轉向的時候按下這個 Heading Select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巡航高度 SIF全部收了 好 接下來 看一下我們的 進場 速度 按一下這個 新的夜 就會出現 30度138切 按一下 把它切上去 然後 然後 桃園機場05R的 決斷高度 我們波音777是第一類的飛機 所以 Burl是300 如果是Radio就是226 所以我們這邊就打300 這邊 要確定要轉到Burl 打300 這邊 這邊 有三百 這邊有三百 這邊有三百 然後 我們大概 切起March 這裡 那時候 裝向 先按下 Heading Hold 鎖定Motion 按下 然後-90D 切起March 按下 Select 裝向 還有一點就是啊 剛剛看到的 航圖 在民航局的網站 都可以找得到 只要Google EAIP EAIP 第一個點下去就是 像這種的航圖 民航局都可以找得到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等一下呢 這邊 有一個FF05L 我們如果要讓飛機自動降落的話 飛機的外型 就是Flab跟 起落架都要在FF05L這邊 這個之前放完 這樣飛機就可以自動降落 對 那如果 那如果 沒有在他浮屍前 放完外型的話 到最後就要切回 手動架子 飛快一點 調到 250 然後 因為今天飛機很輕 油料只有加5% 所以 對 所以 所以我們的 Auto Brack 轉E就好 它會起落架 現在是收錢的 所以 中間的Landing Light 可以關掉 廠燈 可以不需要 廠燈 可以不需要 機場 在這裡 風力發電機 我們 我們 改成用 Lave來導航 把March 按一下 貼上來 它就會 直飛March 然後 這個時候按下 Lave 它就會照著 紅色的航路過去 然後 在飛的時候 永遠把航向 跟你 現在 永遠把MCP 這邊 航向的數字 跟你現在 飛機 正式的航向 對齊 這樣子 才不會 以後 再連線飛行 的時候 航管叫你轉彎 然後 你這個轉盤 就在那邊 選半天 然後 然後 我們這個 SPEED BREAK 拉起來到 ARM的地方 這樣它就會 自動 散出來了 可以先 減一下速度 減到 VIP UP的速度 減到 VIP UP的速度 把UP包起來就可以了 盡量是建議 降落前提早減速 不然 到時候 可能會 還要放 減速板 這樣子會 很麻煩 然後 乘客 可以先 下降到2500 代名 然後 過March之後 我們就可以按下 LOC Localizer 欸 已經可以按了 夠買 放FLAB 1 然後 減速到 FLAB 1的速度 這裡 把FLAB 1的速度 包起來 然後 然後 起飛前 起飛 降落後 降落前檢查 Speed Brake 在UP的位置 等一下我們 起落架要放下去 然後 降落燈 等一下要開 欸 2500 可以放起落架 先放 然後 降落燈開 然後 我們FLAB 再放它 然後 減到FLAB 1的速度 然後 等一下呢 這一個零星 等到變成死星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下 這個 Approach Mode 的按鈕 它會去追下滑道 只要這個零星 零星變成死星的 就是代表 它已經在這個 左右定位台內 的安全範圍內 就是 追下滑道的時候 不會去遇到地障 它已經變成零星 已經變成死星零星 可以按下去了 然後 我們在FLAB 接著放 然後 你如果覺得 直動油門的劍速不夠慢 你可以 你可以用手動的去給它拉一下 它會 它會 它會暫時 聽你的話 然後 我們FLAB放到地 轉到剛剛的 降落速度是138 所以降落速度就要138加5接 143 這裡要調成143 然後這邊可以轉到 Approach 確認是否有 對正左右定位台 還有跟著下滑道 穩定的下降 也可以不用這麼做了 你也可以用原本 MAP的畫面 確認 你是不是有在FLAB之前 放好YC 然後 讓你的飛機可以自動降 再做一次降落前檢查 起落架放了 FLAB 放了 Speed Brake Auto Brake E段 還有重飛高度 桃園機場 是3000 降落燈 都有 欸 太陽出來了 欸 我們已經 已經到FF了 已經變成白色了 然後這邊呢 就會出現LED3 然後LOC的下面會有 ROLEOUT跟 GS下面會有FLAIR FLAIR就是 等一下飛機會自動平漂 然後ROLEOUT就是降落之後 會自動對陣跑道中線 對 剛才還有一點問題 就是 當你的 左右定位台攔截的時候 你這邊的Heading 會自動跳成 跟你的跑道航向一樣 所以我剛剛沒有動這邊 那就自己變成0.5 那就自己變成0.5 跑到扁識系統連鎖 可以更開資料庫解決了 現在應該是0.5L不是0.5 500 500 400 準備坐路 300 300 Approaching Minimums 100 700 200 Minimums Continue 100 50 40 30 20 3 10 好 飛機自動著入 然後呢 Reverse 可以不用太多 因為我們飛機很輕 等一下到70的時候 Reverse Idle 70階的時候 Reverse Idle 好 到了 按下F1 把Reverse關掉 然後這邊呢 自動煞車轉到OFF 現在開始手動 煞車 然後我們可以 接下來可以看這邊的地址 好 抱歉 忘了剛剛 剛剛忘了先解除自動駕駛 請大家一定要記得先解除自動駕駛 要不然就會像剛剛一直叫 你如果 你如果用手動駕駛去控制你的任何東西啊 不管是 不管是 方向駕還是 還是你的尾駕 它自動駕駛都會自動斷開 然後就會一直叫 然後降落完之後呢 把Speed Brake跟SAP 收回去 然後 降落燈關掉 開層化形燈 Strope Light也關掉 然後Water Off Light也關掉 然後 Water Radar關掉 FD關掉 然後Turing Radar關掉 然後Transponder 改成TAO OK 這樣子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謝謝